香港的經濟現在很差 誰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這麼差呢 沒有人理的 沒有人去好好地分析 還有那些廢官究竟在做什麼呢 其實這些廢官不斷在傷害香港 不斷地看著香港一路跌下去 但是他們完全不會去拯救 今天這條片是很嚴重的 我將 很多很仔細的事情告訴大家 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這個香港政府在做的政策 是真的不知所謂的極點的 你一定要去理解一下 究竟香港現在究竟處於一個什麼位置 是多麼水深火熱 香港真是 什麼還有特色 廢官啊 有這樣的廢官真是很有特色 笨頭笨腦 蠢到上心口的廢官 在全世界都不是很容易找到的 你看看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以前2003年的確是因為自由行來救了香港的經濟 但是現在 國內 很窮 很窮的人就會 調轉過來搶你的東西 所以之前我講過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全國搶港 搶香港的東西 但是 香港的廢官完全好像不覺那樣 不覺 不知 不明白 不理 大佬 逐樣逐樣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 之前我講過 搞個海南島的 免稅特區 全部中國人 要買入口貨 全部衝到海南島 這些錢 應該是香港賺的 大佬現在沒有了 等於很簡單 你說 你在海南島開島 澳門還用來做呢 立即閉嘴 立即閉嘴 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你以前就說金融有的有路很多東西 現在不是 不是 所以你的 combination 裡面 整個免稅的零售 很重要的 因為國內人下來 勇了一大班人下來 主要是買 免稅品 除了買免稅品 他就會和你消費 吃東西 很多零售 於是整體整個生意都可以做 運輸 很多東西 酒店 對不對 結果 全部去了海南 沒有一個香港官員發聲 你搶了他 應該跟中央反映一下 不要了 你救了 或者有一個限額 你還給香港 老領也不留給你 這件事 應該要反映跟中央說 不行 你現在流血不止 沒有了遊客 所以個人都會說 我現在要來香港 我去海南 更舒服 海南 可以根據政策 怎樣去減你的錢 等等 在面子 玩死你香港 香港 已經被人搶到 708 然後 大家都知道 每個星期六日 星期 假期 衝了百萬計的人 上去北上 於是 深圳大灣區 搶了香港的零售飲食業 你看 全部叫救命 有沒有人 為這件事 去跟中央爭取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解決問題不行 香港那群死了 那些飲食業 零售業 又沒有人來 好 在 已經行走很多年 淘寶 拼多多電商 搶完又搶 搶完又搶 香港 搶了香港的零售 你看 多少人現在 你試試問問香港人 多少人都去淘寶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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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現在 bed 不是只是買買大堆東西 插手那些東西也不是 現在 大陸 傢俬也賣了 電器也賣了 這個弄法 香港的零售也死了 再死了 你香港營運的 預算 貴很多 你這樣不像國內的 你撐不住 香港做不回來 即是 你以為誰做你 香港做不了 因為隔著一個的河 香港不可以用國內這麼便宜的薪金 或者免費土地諸如此類 去搶回大陸的人來光顧你做淘寶的事 不行的 不行的就掛了 死了 又搶到一樣 海南島搶 搶遊客 搶大陸的遊客 深圳搶了香港人上的消費 淘寶拼多多 電商搶了香港人的零售 所以全部都掛了 大灣區 搶了香港人的職業 開始的時候挺有趣的 香港的房子這麼貴 沒有所謂 現在不是了 現在香港人需要有香港人來 至於有些人二手都想賣出來 沒有了 看一看 每個人都會說 我去大灣區那裡 我買一間房子 一百萬多開心 一千呎 香港這麼貴 又搶一班 接著香港的房子就倒閉了 一直倒閉了 李嘉誠就看得早了 你們這些人 拿著房子現在會震 大灣區不斷搶 不斷搶 不斷搶 大家都覺得 你跟香港 要跟這個大灣區接近 哇 這樣就糟糕了 香港的成本貴這麼多 那就是怎樣 香港的兩萬元一呎的房子變成 二千元一呎 那邊二千元也不用 那邊二千元一呎的房子變成 那邊二千元一呎的房子變成 深圳 珠海 平時的大陸遊客來 又搶賣你那些人去過夜 喂 大家也會說 在深圳那裏 現在住一住 幾百元而已 香港很貴呀 那些旅館 那些酒店 又搶一大堆 又搶賣 好啦 再說一下 之前說過的 就是香港的碼頭 又被大陸的碼頭不斷搶 你看看 中國的上海 現在是什麼 在貨櫃碼頭的吞吐量 全世界第一 上海第一 第三 凌波 第四 青島 第五 廣州 第五深圳 第六就是廣州 第八到天津 第十才到香港 以前香港第一 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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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搶搶搶搶搶搶搶 香港政府最好 經常 的 一直都被搶搶搶搶搶的時候 以前 一旦 vendors 香港有信用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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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那些 Frye 那麼 他們布典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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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 ạnh搶搶搶搶搶搶igkeiten 那我們 prest sua 現在 你要 給國內的錢流到香港 不可以這樣 香港人的錢流到大陸 自由行 大陸人下來香港 每個人每年限制 幾錢幾錢 我掛得啦 是不是才實死的 水只是向這邊 向深圳那邊 北方面流 不准流到南方 死定了 我跟你說 香港一定會掛柴 所以甚至有人說 劉家還有什麼 死定了 百分之百死呀 你聽聽 剛才就知道了 但是這樣也沒有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現在是什麼事發生 更精彩 香港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突然推出了一個 建造業業輸入勞工計劃 當然啦 不只是建造業的 是整體一個勞工輸入計劃的 整個政策 哇 你死了 接受了三輪的申請 批出49個工程的合約 7107個外勞的配額 當中 扎鐵的配額 達到712個 我們看看 扎鐵工人的情況 先是因為 扎鐵工資相對來說 越來越辛苦 扎鐵工資特別辛苦 香港不是很難 不容易找人做 當然 撐不住 現在看到 吳浩康 演員呀 大佬 沒錢呀 怎樣 演員也做地盤呀 對不對 有什麼辦法 找到吃 你找到吃嗎 輸入外勞啦 我跟他說 就算不開 遲早也沒辦法 因為為什麼 你勤力得過外勞 他打死也不怕 整個 鐵通插路的腳道 照開工 我在國內見過 你能不能跟人家頂 不行嘛 不行 你就走 他 可能3000元也很滿足 你30000元也搞不定 你一定鬥不了 遲到 遲到 整百個紮鐵工人 去到九龍灣建造議會 服務中心 參與超平會 計劃 商量輸入樓工 七八個紮鐵工人 影響 本地工人 就業再去抗議 但是他要談啊 怎麼搞啊 你這樣不行啊 好了 工友就可以反映了 現在的地盤 有很多人 都已經漏漏漏漏漏用 因為聘用到這些外勞 他就 叫你的工人可以不用上班 本地的勞工 就漏漏漏漏漏漏減少 大量的責任工人說了 看到什麼新人的 學了很久 剛剛叫做有工開 現在什麼都沒有 其中有些工人說 有外勞進場 地盤都開始 用什麼藉口 工程就快完結了 你這些本地人 本地人 先離開 慘了 為什麼 外勞 後面有 公司去包他們 有很多方法 跟他們分錢 所以你說 用回本地 同一個勞資 你們勞工的價值 浪費了 這些遊戲 不是今天開始 幾百年前都開始 是不是 用外地的勞工 cheap labor 跟著 用回同工同酬 大家都一樣 比如說你三萬 他又找回三萬 但是三萬那裏 他又黑扣他 這裏多少錢 那裏多少錢 黑黑扣扣 你剩下五成 甚至乎四成 這些 是招式大格拉式 你政府有辦法 搞得到 沒有人可以搞得到 因為沒有辦法可以監管 那麼 這些勞工就知道 這樣就不行了 於是乎想反映 有人說你有沒有跟那些公司反映 他說你反映 你反映 你一輩子都不再請你 不敢反映 於是乎 有關的地盤公司 控制了所有東西 你根本現在很多 這些紮鐵工人 不斷申請做工 沒有 因為實際上 外地的勞工 他的 要求 是低於本地 如果不是 老實 大陸的樓 幾百元一尺也有 香港 在說 多少萬 你撐個月 撐個情況那麼遠 上面人命不值錢 香港的不同 香港人命很值錢 於是乎很貴的 有些年輕人 你都不會讓他做這個地盤公 對不對 你現在 連這些再有機會賺錢 大家也不介意了 辛苦也做了 就是武漢也做了 你慢慢慢慢 就切斷了 你想想香港的人就會說 很多人做這個地盤公 要養妻活兒 有兩三個子女 你又怎麼搞呢 香港政府 引入勞工 就會把大批勞動力 慢慢慢慢切斷 等你 等你死 那些策略工人就訪問他們 他說由8月開始已經在減少工作了 就是逐個月逐個月逐個月大減 就是原本一個月開工到有20多天 接著去20天 接著減到15天 接著最近減到幾天 最近的話 剩下兩天半開工 一個月只有兩天半 那你不是說賺了5000元左右 你說能不能生活得到 即是原本 幾萬元一月變成5000元 你說死不死 那麼這個月還一天都開不了工 而開不了工你不准機吉 因為你機吉的話以後都不再請你 慘不慘 就是因為輸入勞工 不輸入勞工的話 怎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呢 好了 有另外的人就說曾經試過找一些熟人來 打電話 到處去地盤找有沒有工作 終於 最多最厲害的那個 整個月都要有10天工 剩下三分之一的時間開工 我跟你說 輸入勞工的話 外勞就要慢慢慢慢握殺了本地工作的機會 那麼有些人想著說 喂你機場 三跑啊 有紮鐵的 工作會做啦 怎麼知道呢 外勞一來了之後呢 就沒有了 就立即將三四十個本地的 紮鐵工人就剪掉了 用外勞 當然啦 背後有辦法可以拿回自己的回購的錢 這些大家都知道 那你 紮鐵工人找不到工作 沒有公開的問題 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為什麼大家才一起一起去抗議 大佬這樣搞不定 你再不殺停的話 全班所有的紮鐵工人 他們做了這麼多 經驗 不是說現在沒有公開的 是這一輩子都玩完 你不開工幾個月你要走的啦 怎樣啊 還繼續一路撩 撩得到 那你什麼都要做的士啊 開車子啊 什麼都要做的 那麼 香港的製造業總工會呢 就有人去 現場也有很多 工人去抗議 又簽名 集合了一百六十個 簽名 那麼 無可否認這個紮鐵工人是一個 開始的情況 現在也是很多的紮鐵工人反映 他們是 就是 整個行業是搞不定的 即是沒有公開的 但是 政府並沒有了什麼 你很簡單 政府當然是說 一開始這個的輸入勞工人 如果你有什麼的行業真是不行的 那時候我們會聆聽的嘛 聆聽的就是我們就改了 改他已經死了 你聆聽了聆聽 然後又再 聊一下改一下 可能下次我們再減少一點 那麼他又有些計劃 又說我不夠了 突然間要增加了 搞呀搞呀 你的工人搞不了那麼久 那麼他就 死了 因為工人等不到 但是要開飯 你不做這份工 打第二份工 他都叫 可以胡到口 你不是在那裡等 永遠在那裡等 等等等等 又在那裡打電話 沒用的 所以呢 就是 大家會說 你根本去設計這個 收入勞工的計劃裡面 是錯判了這個私營市場 是不知道根本上 本地的勞工的情況 我有這樣看 究竟是錯判 還是專門錯判 我覺得專門錯判的機會大很多 因為為什麼 有很多人會給利益 負責去錯判的人 那麼他就錯判了 那些老闆就有機會了 對呀 他就大判 二判 三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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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判人 三判人 那樣 都是得好多 那麽就錯判了 因為 那些人的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工 好 那麼 本地的勞工當然想恢復自己的開工狀態 但是政府完全 沒有反應 一直說 那你 這些雇主啊 如果真的勞工 我們會探討一下計劃 會不會不停說這些廢話 你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他的方法就是 你搞一搞一搞就沒有人了 你沒有公開就沒有辦法 你就轉工了 轉工就沒有聲氣了 政府部門就是想這樣 只要沒有聲氣就沒事了 而呢 為什麼沒有聲氣呢 因為會斷氣 今天因為要講紮鐵 先講一下建造業議會裏面 所有關的紮鐵情況 等一下我再去講一下 這個 輸入勞工計劃是多麼恐怖 未來影響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有關紮鐵的其實是一種 鋼筋屈紮工來的 這是土木工程裏面的專項工序 這些工序就是在 代建的建築物裏面的運營土場裏面 先建一個鋼筋 以及有鐵線紮成的一個架 他們行內人稱為花龍 就給這些建築物一個重力長 更強的成重力 因為建築的工地裏面很危險 那麼 你需要很長時間去屈這些鐵 去剪斷鋼筋 所以就要花力氣 真的叫做 日曬雨淋 要去做這些工種 因為體力勞動是很痛苦的 所以就 還有因為你一支支的鋼筋插在這裡 很容易會弄傷自己 所以紮鐵工人 正外面叫紮鐵佬 一定要很有強壯的體魄 而且底數一日曬雨淋才行 要不然你根本就沒有可能 你曬到黑曬 整個人的樣子 一定是這樣 因為紮鐵工作 相對來說 技術含量比較高 以前來說 經常缺人 所以 價格又貴 大家如果要新建造業的人 去進入的時候 都渴望進入這個工種 為什麼呢 保障性比較強 因為技術高 接著疫情的時間 開工少了 於是地盤多數以散工炒散為主 現在平均一日 上升大約了 已經是解釋人工 達到2,000多元 看看你在地盤上的不同的情況 又分開 大工、中工、小工的情況 看看你本身的經驗 在某些的炸鐵商會 會清清楚楚告訴大家 現在大工大約可以到2,600元 有幾個不同的價錢 一般來說是挺有趣的 下午5點至 晚上 9點半 這就是4個小時 一節就是 一日的人工 因為 不熬得那麼久 晚上10點到凌晨 1點3個小時 也是一日工 凌晨2點到凌晨5點 這3個小時也是一日工 就是 晨早5點到7點半 兩個半小時 所以呢 如果 紮鐵工人連 加班都去做 他自己很拼命地做 月入可以去到10萬元 但是 是極之極之操勞的一個工作 長期不是那麼容易捱得住 一般來說 你上班20天左右 你都可以去到 5萬多元的薪金 大排 當然 紮鐵工人 是 算是 收入 比較 高的 你去到 平均5萬元 很誇張 一般的工人 所以很多的日薪 都平均高於1500元 甚至 到2000元以上 但是當然 也有人說 現在不是有些人很離譜 有些新的紮鐵工 又是用什麼名義來請他 開到15000元 我想其實有些公司 就開始想把那個紮鐵工 因為他要請大陸的工人 他都說 平時是那麼多 按下價錢 用種種的方法 才找一些建習的 什麼東西 你是新人的 你很有資歷 很簡單 你證明不了 是不是 我 譬如我按下了香港 有一批的人 他很新的 你萬五元一個月 有人肯做啊 你找到一些 完全什麼都不懂 諸如此類 我找到一些就行了 然後我就向政府申請 我只是請 一萬元而已 OK 你證明不了 他們證明了 他們是專業的 我請了一批萬元出來 其實不是 其實這些 所謂萬五元的 專業工人 最初基礎的 其實他是做到 五萬元的工作 那你中間就省了很多 我如何測試那個人 我的問題 你怎麼不懂 我看到他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那好吧 我請你 但是 用萬元的價錢 他就中間賺了很多錢 所以其實這種 專業技術的工作 有很多種方法 是令到那些工人的 錢 被迫跟隨 不合理的情況 壓低 當然做專業的 就了解這件事 而政府 是儘管的 當中有很多人 就會知道 我如何透過政府 通過了這個輸入 外勞的計劃 然後我慢慢就走 很孔孔啦啦啦 即是 專業 可能你在 大陸去到很專業 但其實你都找不到 萬五個月 現在 即是 大陸你知道 建築業那麼差 好了 你下來 我給你萬五元 就算我不當 黑扣你錢 萬五元 同在香港 我請過五萬元 那個 大判二判 中間有三萬元 那個 那個收入 大佬一個三萬元 你想想 十個就三十五萬元 就是這樣 省錢 所以 整個那個問題 不是 香港 夠不夠工人的問題 而是你根本沒有辦法 可以拒絕 可以 折殺到 你怎麼證明了呢 即是說 這個工人 是呀 他是新人來的 他一般是新人 還是說 他是很資深 你很資深嗎 我覺得你很麻煩而已 他就行 你很難很仔細地捉了每一個工人 手記又怎樣 現在的方法就是這樣 所以每一個工種的結果都是這樣 就是 我請一群很低級的人 不要緊啊 你適合學識的 適合不懂的也不要緊 我就請你一群 請了之後 製造了這個 低薪 水平 的職 職位 然後 我招募了你 我請不到 為什麼呢 人家過來的時候 譬如說5萬元的 我給你5萬5元 他一定不做的 因為他做開是厲害的 他不做了 我請不到人 我當你很低 很低技術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行 其實不行 那就決了 實決的 然後你就請 大陸人 對呀 真的他頂到 1萬5元而已 那你就是 因為 你在技術含量 他可以控制 他是內行的 等於很簡單 你叫我去Casting 那些人去做劇本 當然知道哪個聰明 哪個不聰明 但是你不懂 你知道 那個人是值100萬一集 一個電視劇 電影 還是值10萬 甚至乎幾千元 你不懂 我們就懂 但這是很專業的東西 你不是隨便找個電腦 你做了多少年 你又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 他都不告訴你 你去到下面 告訴別人 你都正好做 正好做 我懂得做 堅持做 鋼鐵 紮鐵工人 紮鐵工人 他用最低薪金來找你 但實質上 你是個超級大師傅 來到香港 你就當年輕人工 但是做超級大師傅的工作 當然是取代了老師傅 對不對 我有 這麼便宜的人工 請到老師傅 老師傅我又不用請 新人我又不用請 那我就慢慢退 老師傅的時候 可能唯一面 去政府 吵亂 我請 來不去請一些 來不去請一些 於是 很簡單 我照你死 那怎麼辦 大家看著 那班老師傅 全部我們 一個月給兩三日工去好了 那你就死了 久了 你就怎麼辦 你會走的 走啦 沒有工人 然後就請多些外奴 這些手法實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呢 這些政府 想著 找這些藉口去做 根本就是 笨實加笨實 的 廢官才想到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愚蠢 他還以為自己很聰明 我可以 搞這個 輸入勞工計劃 幾位聰明 香港補充 外奴 白神經 白癡到不得了 好了 然後 現在 有些人會提出 澳門有60萬人 60萬人輸入外奴 那 60萬人輸入了20萬外奴 澳門是根據 人口 那個結構 他有多少 收入多少外奴 然後他就做到自己的 他是用 人口的計算 但香港現在完全不是 香港現在 就不會說你有多少勞工 所以我請多少勞工去補充 他沒有做這件事 他純粹說你有需要的話 我補充給你 這樣 這就很大件事 現在香港是一個 所以那群廢柴 廢官 控制這件事 你說 好像澳門那樣 他總有一個數目去計算 起碼保障到你本地的勞工 當然都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你這麼多輸入勞工的時候 就會自然而壓低了本地的工資 這個就很大問題 所以 澳門根本也是 解決不了問題 譬如說 紮鐵工人原本是 地盤裏面最賺錢的人工 現在 按到萬五元 不要紮鐵工人 保安也未必有人做 萬五元 也不止 你想一下 萬五元做保安 就只是做紮鐵 當然是做保安 有時候有屈兩封利是 抬起 紮鐵工人日曬於臨 隨時有危險 你去做 沒有大哥 於是沒有人去做 那他們就開心了 大判、二判、三判 全部都請了外勞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情況 我覺得 紮鐵工人 是整個輸入外勞政策裏面 表面上就是因為輸入 就會令到工資 壓制你 就不能增長 但是我覺得是整個 政策裏面 這個紮鐵工人只是冰山的 你無可否認的是 無論你政府 說到這個輸入勞工政策 是怎麼這麼偉大 多麼好 補充勞工的優化 這個優化這個字 很喜歡用 各類的優化什麼優化什麼 政治又優化什麼又優化 越優就越不化 但是你實際上進行的時候 必然傷害本地的 勞工的權益 即是原本有經驗的人 沒有了他的重要性 雇主就隨時可以補充同等經驗的人 再加上你的 即是有經驗這些補充的 勞動力是無限量供應的 那你就一定會騙殺你的專業 哪有新人願意入行 因為看看有經驗的人 都搞不定 他都生活不定 以後還會說很有前途 即是沒有前途 即是加一個 那你 接著就是會騙殺整個行業 即是你入到每一行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老師傅 哇 他很好環境呀 養妻活兒OK呀 那你就用心去做 我希望日後就成為了他 因為他會退休的 我慢慢就可以 我有經驗 但是現在不是了 你一輸入了外勞 即是死了 首先是老師傅出現 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 你一打擊了他 他根本就沒有那個的收入率 他就死了 而且 取代的最有意義 難道取代你 一些窮的嗎 一些便宜的嗎 他也未必會那麼快取代 做一下樣子 還是會死了 所以你就 自自然取代了那個行業 各行各業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自己 上司 原來會被人取代的 你發覺 你再走多兩年 你都沒有意思的 你還做什麼 那你當然不做 表面上 補充這個勞工的計劃 就說 哪個工種沒有什麼人才 我就去調配那些人給你 不是這樣 實際上 出來的效果就是 你補充在哪一個工種 那個工種 那個行業 就永遠被你握 因為大家看到 根本就沒有前景 從而就再沒有新人 加入那個行業 就是很簡單的嘛 有外地家用 有非用、印用 還怎麼可能有香港人 要把這個職業變成我自己的未來 即是沒有可能 即是 所謂技術工人是怎樣呢 你 做得久 你有了經驗 因為你就可以 做個質量做得更多 又可以做得更快 你可以趕工 但是保持到質量 令到那個老闆得到這個效益 所以他就要保持住你 死吧 這些東西沒有了 即是說我的價值 就算我日後 因為我做技術工人 我只是越做越好 但是我越做越好 原來 是沒有前景 人家隨時找一個人來 他一樣 他很有經驗 但他低於人工於我 那你就一定沒有人了 好了 沒有這個人沒有這個行業的話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為什麼 因為 你逐個逐個行業來 你想想這個行業 資深的工作人員 他 被人取代了 你就沒有新人進來 好了 這些資深的又要走 新人又要走 走到哪裏 你就找吧 找去做一些 我不需要工作經驗 因為為什麼 你做開 扎鐵你很有經驗的 但是你現在失業 做一些可能你會開車 就去做開車 就或者是 做一下信件 諸如此類的事情 什麼東西你走散 總之找到東西要做 要養家 於是 其他行業 還沒有輸入勞工 就會增加了很多的勞動力 那就糟糕了 於是全部所有行業 都是爭餐死 大家都會覺得 很難賺錢 因為 泛濫 所有人都是這樣 你的工資是怎麼增長 這件事當然 對某些 行業的老闆來說 那就好了 令到工資 沒有再增長 但問題是 他的工資沒有增長 他的消費能力也會減低 於是反過來又傷害了 你本地的消費 油瓜 大家一起死 你不要以為只是工人死 老闆不用死 你想想一大群的地盤工人 每個人都有幾萬元 他就去花錢 他供樓了 沒有了 怎麼供樓 怎麼付租金 那你就死了 於是大家一起死了 而那群工人就住在工地 然後把錢回回大陸 他不會亂花錢 他在本地不會消費 那你就死了 你就死了 所以呢 總之你要輸入勞工 就會是這樣的 這些各類工總統 各類的行業 逐個擊破 打低這個 握鐵 弄一弄 搞不定了 然後 去做釘板 然後又輸入勞工 勞工 然後到電工 木工 泥水 廚師 市應生 好 逐個逐個來 塞滿了你的人 這樣 這些資深的 原本是變成 是 5-6萬個月的 碰碰碰碰碰碰 一直跌 因為 我不需要那麼多 大量香港人 慢慢由 資深的失業 而年輕人 就看到哪個行業 你也一定啦 比如你看到 嘩 怎麼搞錯呀 現在我不相信 有人說 我要去做炸鐵 沒有了 對不對 沒有 那個行業就會完結 然後對香港 有一個嚴重長遠的傷害 因為香港再沒有這一批的勞工 你必須要以後都要去請一些外地的勞工來 那麼你就 亦都 因為沒有了勞工的話 他們沒有了那些舊錢生出來 於是 就沒有了消費 其他的零售 全部一次過都是受 就是受了損害 所以現在香港的問題就是 你慢慢越來越多的工種將會被 這些的外地 勞工 輸入勞工 去 取代 跟著的薪酬呢 先是停滯 到跟著 甚至乎是下降 所以輸入 勞工的政策 輸入外勞政策 基本上是扼殺全香港所有工人的前途 每一個人都會受害 大量的本地的 工資就沒有增長 最後反過來就影響了香港的消費 最終會令香港的經濟更差 這就是最大的終止 所以我奉勸廢官要想清楚 因為這個政策是很嚴重的 你輸入 勞工的政策 會令到 大量的年輕人 對香港 更加失去信心 我們做什麼都沒有前途 我做了什麼 於是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對本地的工作都沒有了信心 移民 因為你沒有辦法 鬥不過 我做什麼行 他就很勇 你等於很簡單 我當年去做編劇 你勇了200個人來 大哥 我怎麼打 200個人 就算我厲害一點 人家很便宜 沒得搞的 就算我很厲害的話 我都沒有出來 人家不會給我雙倍的工資 我這輩子都不可能 會有什麼出頭機會 因為太多人會取代我 那就掛了 所以 到最後就會令到香港 香港的新一代對香港失去一個歸屬感 為什麼 因為你不給我機會在這裏成長 你拿了我的工作機會 當然那些愚蠢的生意人就會覺得 好呀我有了平價的勞工 他不是整個為你配合這麼簡單的 他是取代你所有人 全部的年輕人 會非常討厭香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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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移民移民的 所以只有廢官 這些又蠢又廢的廢官 才想起這些糞便來害香港 這條是糞便中的糞便 輸入外奴 一定死定 而且這個缺頭一打開 噗 湧過來 不只是 拿鐵啦老闆 然後就泛濫到 香港所有的行業 所以輸入勞工是不能夠讓他 進行的 是 要非常嚴格 自己再 leaders 讓他們慢慢一步步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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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холод 人民覺得這麼恐怖 你想想你自己 原本可以養妻活兒供樓 突然間失業 你的情況如何 會崩潰的情緒 是呀 香港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我絕對不贊成輸入勞工 更加不贊成輸入紮潔的勞工 現在已經開始了 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要記住 現在 不再大陸 送自由行給你發達 現在反過來吸你的血 扯你的血 一直搶你的東西 搶香港 搶完就再搶 搶香港新界九龍一直都這樣搶 你不聰明一點去面對的話 就可以死了 好 多謝大家 希望你 非常小心 不要被你搶得到成功 記住 點贊 訂閱 謝謝 拜拜